我想象中学好英文的自己 Find 三颗游 暗地游 Hi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很多人阅读和写作 灰色真身的专业文献一点问题没有 但遇到的老外small talk 他那个反应 而对于大多数英语学习者来说 能不能看懂经济学人 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最希望的是能够像母乌约者一样 在任何social场合 能够和老外任意的随意的聊天 那么呢 既可以体会到刷视频的快乐 又同时学英语呢 今天呢我要给你们推荐一款 非常好用的APP 让你可以刷着视频 编体会看综艺 看Vlog 看美食 看环球旅行的快乐 编不知不觉学英语 番茄英语APP 番茄英语里面的视频 都是各类英文博主 带着你环游世界 去到国外热门城市 带着你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其实我特别喜欢卖人民 还有黑人的洛杉矶 视频博主呢 都是英语谋语者 想带你参加综艺 让花式完成各种任务 拍摄各种生活场景Vlog 实际教学 过程非常轻松 带着刷B站刷走音的快乐 就追完了整个视频 整个过程仿佛第一次找身临其境 完全没有压力 对英语学习 只会上瘾 不想放弃 视频内容非常贴合日常生活场景 涵盖吃喝玩乐 衣食住行 运用的都是地道的母语表达 文化语言一起学习 新年 她很甜 我们去做一些其他物件 她看了一个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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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容易掉下来 因为是短视频每个视频的最多10分钟 整个学习过程不超过20分钟 每天坐地铁上厕所上班摸鱼 这些碎片时间就可以刷视频学音 视频还设置有四种播放速度 三类字幕 完美匹配你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水平 视频后还有配套的情景在线 剖析知识 复述练习 模拟对话练习 形成完整的学练并环 这是我最新发现的 最让我体验到 曾经是英语学习的APP 所以真的非常推荐想要 边体验外国最潮文化 边学习英语的小伙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希望你给我点个赞 你也可以收藏我的视频 并且关注我 拜拜 拜拜